尊敬的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光临四海旋风群音会 二胡名家名曲音乐会 及第四届中国工弦艺术节开幕音乐会 我是本届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宋飞 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工弦艺术节 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三届 长期以来得到了广大专家和音乐爱好者的支持 那么在今年呢 我们以开门半截的理念 与国家大纪院合作 在今天这里 推出了一台四海旋风群音会的 二胡名家名曲音乐会 那么在音乐会开始之前 我们将进行一个简短的开幕仪式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国音乐学院党委 五五副书记代表学院致辞 掌声有请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 中国音乐学院中央 中国民族工弦艺术中心和国乐系 艺术实践处承办 中国音乐家协会 二胡学会协办的第四届 中国工弦艺术节 今天在大剧院正式拉开了帷幕 中国工弦艺术节 自2013年创办以来 坚持以尊传统 促创新 后基础 重实践的理念 每一届都有新的专题 新的呈现 新的引领 每一届的设计和创意 都以宽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 在传统与现代 传承与创新 专业与跨界 人才培养与课程 课程建设 演奏与创作研究之间 保持了足够的张力 每一届都留下了 新的积累和成果 可谓硕果累累 中国工弦艺术节 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学院 办学理念 在民族契约领域领域的集中体现 本届中国工弦艺术节 以传承与创新 面对二胡艺术多元化发展 与人才培养为主题 其中有音乐会 公开课 专题讲座与学术研讨会 组成的系列活动 不禁突出了对百年 中国民族工弦艺术传统 与优秀作品的学习 传承和研究 同时也以面向未来的眼光 设置多个专题 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中国工弦艺术 在演奏 教学 创作 人才培养与客人建设 等方面的新的发展 和教学成果 其创意富有前瞻性 中国工弦艺术节 历届活动 都得到了来自 全国各兄弟音乐院校 艺术团体师生 同仁的支持和基地参与 请允许我代表 本届工弦艺术节组委会 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 学者 师生同仁 通过相互的交流和学习 有更多的收获 预祝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取得圆满成功 同时也祝愿各位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谢谢各位 感谢吴武书记的热情致辞 下面我宣布 第四届中国工弦艺术节 开幕 请大家欣赏 四海玄丰群音会 二胡名家名企业会 在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 优秀的二胡名家 当将携手 中国音乐学院的 青年爱乐乐团 一起为大家在舞台上 呈现二胡艺术的魅力和精彩 请大家欣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